哈囉 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呢 是我的四月的愛用品分享 我今天想要跟你們分享 十樣我這一個月用下來 最喜歡的一些商品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東西呢 包含有彩妝品、保養品 還有一些包包、鞋子、配件 還有一些生活的小用品 那我們話不多說就來開始吧 我第一個想要介紹的東西 是一個護髮的產品 是這個OLAPLEX 的第三號 我前幾個月呢 第一次漂了頭髮 就是有一點點挑染的顏色 然後我就發現我的髮質 開始變得非常非常的乾 那我就想要找一個 產品可以生成的護髮 我上網做了一些功課 就發現OLAPLEX最近非常的有名 然後它使用的方法 比較特別一點 是在你洗頭之前 先把頭髮全部沾濕 然後用毛巾擦到半乾之後呢 把這一瓶大量的抹在頭髮上面 它的上面寫說停留十分鐘 可是我覺得 停留再久一點點的話 效果會更好 所以我大概會停留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再去把它洗掉 再照常的洗頭護髮 它這個效果呢 真的是立馬見效 用一次就有感覺 當你要吹乾頭髮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到說 頭髮變得柔順很多 然後感覺頭髮髮之 瞬間變得健康起來了 如果最近你想要找一個護髮產品的話 非常推薦這個OLAPLEX 第二個我要來介紹的商品呢 是 ELIXIR的BALANCING BUBBLE 我用它用了大概兩個禮拜了 我現在終於知道它為什麼這麼紅了 首先我先說一下它的缺點好了 它唯一的缺點呢 就是它的這個蓋子裡面常常會冒泡泡 那為什麼它會這樣子呢 是因為它的這個質地非常的特別 我來示範給你們看 它擠出來呢是透明狀的 有一點點像是果凍狀的 然後它接觸到了空氣之後呢 它就會開始自己起泡 而且它的泡泡就是非常非常的濃密的那一種 我才說了幾下它就變成這樣子了 洗完臉的感覺呢是非常保濕的 它完全不會讓你覺得有很乾 然後呢很緊繃的感覺 那它還有一個好處呢 就是它有卸妝的功能 雖然它有卸妝的功能 不過我還是不太放心 臉上的妝完全用這一瓶來卸 所以我只要有上妝的話 我通常還是會先卸妝之後再拿它來洗臉 如果有時候我一整天沒有上妝 我只上了防曬的話 那我就會拿這一瓶來卸防曬 然後呢洗臉 你看我剛剛說完了這麼多話之後呢 它的泡泡就真的是越來越濃密 這個洗臉呢我真的非常的推薦 好接下來我第三樣要介紹的商品呢 是我這個月最愛最愛用的一個東西 而且我只開始用它用了一個禮拜而已 可是非常非常有效果 我覺得它真的是我目前用過最好用的 效果最明顯的一個精華液 這個是Sunday Riley的Good Jeans的精華液 它這個裡面含有乳酸的成分 而且它可以加速皮膚的新陳代謝 然後可以收縮毛孔 而且也可以改善皮膚粗糙的問題 那這一瓶呢我真的只用了一個禮拜 可是呢馬上就看得到效果 我的皮膚最大的問題呢 就是常常會有封閉性的粉刺 然後呢它冒不出來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擠它 用了兩天之後 我的臉頰這邊比較平常比較不容易冒粉刺的地方 竟然有了粉刺浮到皮膚的表面 我的皮膚其實不太會冒很多黑頭粉刺的 就幾乎是沒有 可是呢用完這一瓶之後 我昨天額頭上竟然冒了兩顆很大顆的黑頭粉刺 而且是一擠就可以把它擠出來的那一種 所以這個我覺得它非常的神奇 前一天晚上用它 然後隔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它可以讓皮膚感覺更plump更飽滿 好像你的肌膚喝飽了很多水的那種感覺 很透亮 那它的質地呢擠出來是這樣子白色的乳狀的 非常好推開 然後它的味道呢我覺得還蠻香的 有些人不太喜歡 可是呢它就是有一點柑橘然後呢檸檬的味道 我覺得擦上去非常的清爽 它不太適合敏感肌的人 如果你的皮膚比較敏感的話 它建議敷在臉上 敷15分鐘之後 就把它洗掉 再上你之後的保養 就不要停留在臉上 真的非常推薦這個精華液 我剛剛發現呢 我這個月沒有太多的彩妝品要來介紹 因為我覺得可能剛好我前幾個video已經把我愛用的彩妝品全部都已經介紹完了 我這次要介紹的一個彩妝品也是我新買到的 是這個 歌劇魅影這個牌子 他們的他們出的三色的遮瑕盤 我當時在考慮要買六色的那個盤 還是要買這個三色的這個盤 不過我發現呢三色的這個盤 它其實它的質地呢更保濕 六色的那個盤就是稍微再乾一點點 然後呢因為那個裡面有幾個顏色我平常是用不到的 所以我就決定買這個三色的這個 我覺得它非常適合遮黑眼圈 可是如果要遮一些痘疤 遮一些皮膚上的瑕疵的話 我覺得它的遮瑕度是有一點點不夠的 這個黃色呢它可以提亮眼下的這個部位 然後呢你可以拿它來打亮一下的淚溝 而且因為我的黑眼圈比較重嘛 所以呢我一直在找一個最適合我的遮黑眼圈的產品 目前用下來非常的喜歡 所以享受跟你們分享 接下來我要來介紹的是一個唇彩 那這個我在上一個video裡面我也稍微介紹過了 YSL的16號的唇釉 這個唇釉呢現在就是全世界都缺貨的一個顏色 我上個月在Sephora打折的時候 我就非常想要買這個顏色 不過在Sale還沒有開始之前呢 這個已經賣光了 那我之後是請我朋友在新加坡的時候幫我買到的 擦在嘴巴上面是霧面的 我今天用的也是這個顏色 它的好處就是它非常的持久 我覺得它一個小小的缺點就是它稍微偏乾 所以呢如果你的嘴唇平常比較乾的話 就要先上好護唇膏之後呢 再上這個唇釉 我接下來要介紹的是刷具清潔的海綿 這個東西呢最近在網路上好像還蠻紅的 它其實在Sephora上面也有賣 叫做Color Switch吧 然後日本呢也有賣這個東西 不過呢我其實是在淘寶上面買的 它其實我覺得不太像是海綿 比較有一點接近習慣的那種菜瓜布 它是這樣子粗粗的 然後呢有很多洞的一個海綿 它使用的方法也非常的簡單 假如說你這個刷子想要換一個眼影的顏色來刷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在這個上面這樣子來回打圈 這樣子把它刷一刷 它的作用呢就只是把刷子上面的粉清潔掉之後呢 讓你可以用同一把刷子去換別的顏色 我買的價錢大概只有20塊港幣吧 然後它還附了三個海綿 就是它總共有三個 這樣子 只要20塊港幣 接下來我想要分享的是我最近買到一個 我非常喜歡的太陽眼鏡 是這個 Gentle Monster的太陽眼鏡 那我這次買的呢是這個 Gentle Monster的Black Peter這一款 這一款呢是因為 范冰冰戴過之後它就變得超級紅 然後很多店裡面都大缺火 就連在韓國都很難買得到 那我當時是在新加坡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女生戴 然後我完全就被它燒到了 因為我覺得它戴起來非常的好看 而且我最喜歡這支眼鏡 就是因為它的邊邊呢非常的細 是不是很好看 那我喜歡它這個邊 它這個邊框這裡非常的細 然後戴起來覺得非常的美 然後他們換新包裝了 今年的包裝是長這樣子 一個藍色的皮革的 然後呢裡面這樣打開 可以把眼鏡塞進去 而且它中間有一個支撐的 不會很容易放在包包裡面被壓扁 好我接下來要分享的是一雙 單價比較高的鞋子 那這個鞋子呢是我找了蠻久的 終於找到一雙我滿意的鞋子 Chanel的涼鞋 我一直想要找一雙Chanel的涼鞋 是它上面的logo非常的簡單 因為我不喜歡有任何什麼珍珠啊 或是一些別的顏色 我就只喜歡它是單一的顏色 然後是金屬的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好看 也很百搭的一雙鞋子 我買的價錢是6100塊港幣 不過前陣子我朋友他也剛買了一雙一模一樣的 在英國 然後英國的價錢呢 稍微再比香港再便宜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英國買的話會划算一點 我接下來要介紹的是我最近在淘寶上面買到最滿意的一個商品 是這個 它是一個手工的編織包 因為它中間有做了這個鏤空的設計 看起來就更有質感 也非常適合度假的一個包包 它的裡面呢是這樣子一個布袋子 然後呢我發現它可以這樣子 可以把它這樣子打開 打開之後呢它變成一個束口袋 所以你可以把東西裝進去之後呢 再把它這樣子拉起來 那這樣子把它的束口袋拉起來之後呢 裡面就算放了很多小東西都不怕它會掉出來 所以這個我真的很喜歡 最後一個我要介紹的東西呢 就是這個 那這個包包我就不想要再多說了 因為我上個禮拜才拍了一個影片 是包包的開箱 然後呢還有旅行的時候包包裡面裝了什麼東西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就可以去看那一個video 雖然我說這個包包我把它拿來當平常旅行的時候用 可是一買到它到現在我每一天都把它背出門 因為它實在太方便了 然後呢很耐裝然後呢背起來完全不會有很重的感覺 所以這個包包我現在已經變成我的日常出門的時候會背的包包了 那我這次4月的愛用品分享就分享到這裡 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我今天分享的這些東西 因為它有一點點雜 如果你們有特別喜歡我分享哪一類的商品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跟我說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就記得幫我like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就下一次見吧 拜拜